大家好,我是五仔 又來評論一下中年好聲音 請大家給我LIKE,支持我們廣播 我今天跟Kel Sir聊天 Kel Sir說,你沒看 他有個學生參加比賽 選了一個人做對手 那個就是王家明 當年那個... 那個什麼鬼?光頭仔? 麥家的兒子?和警婆的兒子? 嘩,笑到我 我其實真的沒看過他給我一段 你自己聽聽他唱什麼鬼 異虎啊 你真是糟糕啊 這樣的假音 其實假音是沒問題的 唱得難聽的假音是大問題 但是好笑啊 我們給了肥媽一個花朵 叫做一燈大師 唱到這樣都給了一燈 阿希才好笑 阿希說 阿肥媽是不是熱愛煮菜 骨子女聽到煲水聲的時候 有一份份內的親切感 這樣都給了一燈 不是吧 那王家明本身打算在這個圈裡留一條腳毛 可以真的索性退休 唱到這樣 張階天說 Oh My God 哈哈哈 真是糟糕 那令到Kell Sir的學生 入了30強 幸好入了30強 那還有些東西要說的 譬如劉威王 我們的歌唱老師說他好像雷聲大雨點小 很多人關注 但是都是唱得一般的 我們事不宜遲 我們交給專業的評論 笑死我 Hello 大家好 又到我Kell Sir張飛 去講一下中年好聲音 第二季的話題 那這一集就是這個60強入30強的第一集 那就會講一下這個賽制先 不如我們 就是這個五眼燈就會直接入 一眼燈就會直接淘汰 然後兩眼燈三眼燈四眼燈就會再找一個人去PK 那如果挑戰成功 那個人就會淘汰 PK那個人就會直接進級 那就是看看哪一眼燈多就會進級 那如果一樣燈 即是大家都是三眼燈的話 所以評判會再去投票 看看誰值得入 看看誰多票數就會進級 那接著就講一下這個肥媽 肥媽在這一集就跟吳仲恆有些互動 搞爛結 說一些 說一些開王康的話題 對 說一下吳仲恆 那一會兒我會講一下 講了些什麼 對 我朋友Simon唱這首歌之後說 好搞笑 那一會兒我會講一下他們 他們說什麼王康 然後搞什麼 搞什麼爛結 那什麼 好了 接著就講一下第一位參賽者 就是劉威王 哇 連續出兩集 就唱這個 他切夜前面 那就是劉威王呢 其實算是中年號聲音第二季 裡面比較大家對他有期望的一個歌手 我都對他有些期望 因為我見他也有很多粉絲 他也有去做一些唱歌直播 平時那樣 那但是就這兩集看起來 那個穩定度他都差一點 真的 他去到副歌就正常回 但是一進的時候 都是差一點的 那個穩定度 所以是穩定度真的有有待進步 但是他唱得不差的 我覺得 那跟著他PK的人 因為他有四眼燈 那麼他就沒有人會選他PK 那麼他就選了一個樂聲 唱只想一生跟來走 那樣 都是拿四眼燈 真的很少會選一個 那個 那個 就是 那麼好的參賽者 就是通常你拿四眼燈 那你選一些 你如他 就是你有看rehearsal的 然後他唱得衰衰的 就選他 那就對了 那麼他就選了一個 唱得不算太差 那個 只唱一生跟來走 那就 穩定度高的 其實 很高過劉威王 但是就 有些比較老套的混音 還有 還有比較刻意的震音 刻意的震音 立刻想起評判 有一位坐在中間的肥貓 其實我不是很想說誰 肥貓的震音 嘩 很誇張 啊啊啊啊啊 我已經不太會扮演 大到 幅度大到 很誇張 呃 他跟肥貓那種有不同的 他是 那個幅度不是那麼大 但是就 有些怪 震得來 什麼 我遠遠遠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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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想跟身跟你走 就算天變 他真的類似 走 好像為了震而震 不知道怎麼說 我們唱歌 一聽就覺得怪怪的 不知道你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那麼跟著就 就 最後就是 大家都是四眼燈 那就是投票 劉威王 最後是四比一 就成功晉級的 這樣 就很正常 這樣 都正老的 這個結果 接著就到第二個 王健文 唱這個眼淚 呃 拿到四眼燈的 但是我覺得真的 選錯歌 唱這個眼淚呢 她是一首女製歌 還有要層次感比較明顯 即是一開始可能 有那種比較內藥啊 比較輕的聲音 去鋪排一下 接著去到 Colorstone有一種 有一種 內藥但是吶喊的 的感覺 但是她唱得很硬正 一入呢已經是 她這首歌是什麼 青春若 又長不老的臉 但願她 永遠不被改變 就類似這樣 什麼聲音 入會好些 但是她一入呢 青春若 又長不老的臉 但願她 永遠不被改變 就類似這樣 接著她chorus 就 我眼淚 眼淚 眼淚 我的 體會 即是類似這樣 的力度呢 就很硬了 我覺得 就可能是 我眼淚 眼淚 眼淚 都是 我的 體會 成長 的 滋味 即是類似這樣 會有些 層次感會好一點 但她就偏硬正 我覺得她那個 整個 演繹 那 就 有點選錯歌 因為她第一 次唱那首 是 閉目入神 我記得 我評論 她的唱法 算是 比較沒有那樣 old school 是的 算是這麼多位參賽者 裡面 沒有那麼old school 的演繹 但是 這首歌 又沒有 她沒有不old school 的唱法 然後 又 又 不是那麼好聽 我覺得真的 音色不是那麼好聽 所以 就 不過都 有四眼燈 而且她懂得選對手 她選了一個 向展壇唱release me 那 音色一般 低眼燈 哎 肥媽一個新朵 就是這個一燈大師 她永遠一燈 一眼燈 那眼燈就是她 來的了 因為她是個個都比的 你見 低眼燈就是肥媽比的了 那 就唱得一般 那個release me 真的 release 了她 那 就 不多說了 那個真是一般 那些拉長 說少少 音色一般 沒有聽 那拉長音 不夠彈性 就是 會有 去到這麼輕的 它是 不夠彈性 那些音色 這些叫做 永遠都是一個 一個 一個 一拉長音 就會很明顯 那些音色 那些音色 好了 接著就到一個 比較可惜的 一對 PK 就是這個 李浩心 還有 講了李浩心 她唱的叫 Twist and Shout 我是不知道什麼歌 來的 那就拿到三晚燈 的 唱得太平 一入歌 已經是70%激動的歌 接著 接著 去到後面 都是70-80%激動 整首歌都是 差不多 這樣 然後最尷尬 就是她 跟觀眾 互動 她會有一個位 她 一起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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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位置 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這首歌 不多人認識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不認識 我不知道這首歌 是不是很熱的歌 總之我不認識 接著 你不會 喜歡觀眾都會唱 那你一來就 一起唱 那唱什麼 才可以的 真的很尷尬 如果你說這首歌 你會唱幾次 就是你會唱三次 那大家都聽熟了那個 melody 那你一起唱 我會知道唱什麼 是不是 或者你唱 所有人都懂的歌 你唱海闊天空 那樣 原諒我 一起唱 chorus 那我會知道唱什麼 但是這首歌 我不懂的 是不是 或者你搞那些什麼 I say hey you say ho hey ho hey ho 我也知道 我要ho 但是你欺負完 一起唱 真的要一起唱什麼 才可以的 那個位置還很短 所以很尷尬 還有肥媽 這次我同意她 她說你搞氣氛 你對著參賽者 是參賽者看過你的rehearsal 知道你那個位置要搞氣氛 那就會附和一下你 那都好一點 但是你對著觀眾 完全不知道 我想我是觀眾 我也不知道 給什麼反應 所以很尷尬 那個位置 所以很奇怪 選錯歌 我覺得她實力不錯 但是為什麼 選手這樣的歌 然後這樣搞 然後還要問有沒有人PK 因為她三眼燈 有一個人舉了手 就是這個古卓文 唱首摘聲 這個我真的不懂評 怎麼說呢 她扣分制 我是扣不到她分的 她算唱得平平穩穩的 但聽完整首歌 其實我不是太喜歡聽她的音色 那些音色 不是太討好 我覺得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但我是一般的 我不是太喜歡聽她唱歌的音色 有些不聞不淚 她唱摘聲 那些評判都覺得對 她唱摘聲 又有一種很靜氣的感覺 她是沒有的 那變了好像有些 好像找個鬼佬唱 唱些武俠歌 那樣的不聞不淚的感覺 總之就是 或者反過來 找個中國唱大戲的 去唱首姜濤的歌 就是有些不聞不論 不太合格的感覺 總之就是 就是這樣 但是 最後就是這個 鼓唱文4比1PK成功 但是 我也有點可惜 我是期待 李浩森後面的表現 多些 鼓唱文我是沒有那麼期待 但是 現在鼓唱文入了 這樣 都沒辦法 我覺得兩個 鼓唱文和李浩森 都是Top10的選手 即是60個裡面來講 那所以 雖然我 我不是那麼喜歡他們 但是 更加不喜歡 有很多 所以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比較可惜的 李浩森 我覺得是 比較可惜的 那跟著就到 我的Fan Simon 這樣唱這個 沒有你還是愛你 他叫 他中文名叫 劉少文 對了 只有兩眼燈 其實是 真的 穩定到 差點的 他這一集 唱得 但是他這首歌 其實我聽過他唱 都幾多次 他之前有些比賽 都拿獎的 唱這首歌 但是今次 在TVB的舞台上高唱 就有一些 不是那麼穩定 但是都保持到 有些感情的 尾音有些不穩 但是他懂得選對手 他選了一個 叫王家明 唱這個 就只有一眼燈 那就成功PK 成功入到這個30強 但是 那個 那種 真的是一般的 一燈大師 比一眼燈 你想想 是多難聽 真的 那首 是很多假音的 但是那些假音 全部炒了 就是沒有 他連那個 他 那裡一定炒了 那裡一定 跟著 還要是 譬如 胡桃市 你的一科生 那裡也炒了 Foo 那個假音 都一樣炒了 總之 有假音的位置 他就炒了 為什麼要選擇 那麼多假音的歌 其實真音的位置 他算 唱得不差 如果 這首歌 他不唱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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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位 然後他不 他不 或者選擇 簡單一點的歌 可能都 都搞定了 他因為兩眼燈 然後他現在這個 只有一眼燈 對了 所以Simon這次 很幸運 你入到 真的很幸運 這個 你算是 這一集 唱得有點不穩 但是 期待一下 你後面的 表現 對了 這次就很幸運 入到 那 這個肥媽 真的有一個新朵 一燈大事 一眼燈 全部都是肥媽給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他全部人都會被燈 是的 然後 一燈精華 有兩個人唱 都是低眼燈 都是肥媽給的 就是 這個 關萬必要唱 人若然忘記了愛 很 TVB是很不給面 唱 播得他兩句 然後就 飛到他聲 很細聲 然後就評判 說了些話 那他唱的兩句 是沒什麼的 挺好聽的 但是 其他人是聽不到他唱成怎樣的 已經 好了 跟著 到這個 羅佩琪唱這個 《酷愛》 真是很奇怪 有點像 旁邊的K房傳出來的 大媽唱歌 這樣 不太夾首歌的 但他就很正面 他說 挑戰自己 怎樣怎樣怎樣 那就一眼燈 沒辦法了 之後就到這個 譚輝治 唱這個 《百年樹木》 《四眼燈》 他唱這首歌 是好過張學友 那首 《心碎尿無痕》 我覺得 起碼你唱 因為他那個 處理美音方式 是很張學友的 然後 他唱張學友的唱法 是很入血的 他現在唱這首 張應謙的歌 都是 有張學友的 處理美音方式 但他唱得算穩定 他唱歌 唱歌技巧算不差 穩定度高 所以他也有四眼燈 他就選了一個選手 唱這個 劉子騰 唱這個 《想和你去吹吹風》 張學友的 這個唱得不錯 我覺得 但就有些 一下子解僱了 但就 算唱得挺有感情的 但穩定度沒有 譚輝智 但我比較喜歡他 但最後 其實很難的 很難選擇 評判角度也很難選擇 我是評判 劉子騰 我覺得唱得比較有感情 我覺得 沒有那麼… 至少不是張學友的 翻版 那種感覺 譚輝智 就有一種 入了血模仿的唱法 這樣 水平真的差不多 但最後 就三比二 譚智輝入了 都不奇怪 因為 真的很接近水平 對 沈忠賢 唱《指引你傷心》 有四眼燈 那… 正正常常的 我覺得 就是FIRST 有一個位置炒了 CHORUS 一個ADLIP的轉音 也是炒了 其他位置就正正常常 中容 四眼燈 所以就是 然後又會選對手 選了一個 龔佳欣之前 只有兩眼燈 就是 第一輪的時候 只有兩眼燈 勉勉強強入到的 就是這樣 他自己… 那個真的 很沒信心 唱歌 這個女生 那… 他有說的是 兩個女兒 好像兩個女兒的媽媽 繼續追夢的故事 這樣 那… 唱… 唱一唱一刻 自己都笑了 那… 真的飄… 很飄的 那些音準呢 是緊張得很飄的 飄到上太空 真的可能太緊張 那…就有一眼燈 阿肥媽都說 她唱歌太沒信心 這樣 那… 那… 懂得選對手 很重要 這個位置 那… 就… 沈宗賢就入了 接著就到這個 譚拳輝 唱這個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其實她一入的時候 我覺得OK 那個… 那個音色 但是呢 好做作 她的動作呢 好做作 接著… 因為… 和她的動作 做作的時候 你看她的表演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她的聲音都好做作 接著就… 很有自信 那種感覺 但她有自信得來 她的唱功不是… 不是說… 超級超越那種呢 那時候呢 就有點怪的 那… 但是… 層次感的鋪排算是挺好的 但是… 始終那個唱功不是… 很厲害的時候 你這麼有自信 這麼做作呢 那就有點怪怪的 有點浮誇了 我覺得她有少少 那麼… 那… 就… PK這個… 韓陰賢唱這個… 那個… 是不是西班牙文 還是什麼文 來的… Per… Perfidia Perfidia 是吧 那… 那… 很難滿啊 然後… 她唱… 她唱那個方式呢 整首歌是一個feel 我記得她之前已經是這樣的 她第一輪已經是這樣 但那個feel是不差的 她唱整首歌一個feel 但那個feel不差挺好聽 但是… 就… 又有點不穩陣 那… 那… 所以… 最後只有兩眼燈 譚拳輝就… 三眼燈就… 三眼燈就贏兩眼燈了 這樣… 譚拳輝入了 接著… 就到… 我最… 期待之一的一個參賽者 就是這個陳如飛 唱這個初戀 那…她就是… 我最… 即… 最期待的是… 為什麼呢 就是… 比賽來的嘛 就是… 你會覺得… 這樣… 才有驚喜的嘛 她就是… 這些就叫聖了 就是這樣… 改編了一首歌 接著… 為什麼要硬撼唱功呢 其實她唱功算不算是很好呢 你說… 未必是很好 但她這樣的表演就是有驚喜 即… 她唱這首初戀是… 有瑕疵的 她一開始… 呃… 一入輕的聲音的時候 我覺得她的處理是… 有少許瑕疵的 然後… 聽完之後 入副歌的那一刻呢… 因為她突然間沒有聲音 然後突然間入的 那… 就變了那個… 入那個位置 就知道對不到的 其實… 但是… 她那些音樂感那些呢… 是真的… 那麼多位參賽者裡面最好 還有… 她懂得… 玩這些… 改編呢… 令到那首歌 是一種新的生命 入面… 那就變了… 不會那麼悶的 大家聽… 是一些… 熟的旋律 但是… 有一種… 期待… 即… 你會聽的時候 你會期待著她之後怎樣唱 而不是… 聽的時候 你已經… 你聽她頭幾句 已經猜到她之後 會怎樣唱 你是猜不到的 她的唱法 你是猜不到的 你會… 你會… 去幻想她之後怎樣唱 但是… 你會… 直接入… 30強 是的… 我會很期待她後面… 會怎樣的 但是… 我相信呢… 如果大家… 都這樣做的時候 譬如去到後期 大家都去改編的時候 那… 她那個優勢 會不會那麼明顯呢 就未必了 我猜 因為她的唱功… 因為她… 今次的表現來說 都算是有點瑕疵的 這樣… 是的… 但是這樣玩呢 一開始是真的沒問題的 我經常都叫… 經常都叫人… 玩比賽就是要這樣玩 就是… 你… 你應該改編 或者你應該令到一些… 呃… 一些… 大家都熟悉的旋律 有一些新的… 感覺… 而… 又是合理的一個感覺 去唱 那就… 很便宜 好… 接著就是… 這個… 蔡經倫唱這個 《雙依為名》 呃… 兩眼燈的 我覺得她那些… 咬字呀… 還有那些避音呢… 很不自然的 即她唱歌有… 有些避… 避音這樣… 你… 你… 這樣… 呃… 很… 很不自然的 聽得… 聽得… 很… 我覺得… 是啊… 好些位置… 但是… 兩眼燈咯… 是的… 接著她… PK的人呢… 就有四眼燈咯… 那就是這個… 忠俊生… 哇… 這個黑社會大哥的感覺… 又是… 我之前已經說過… 唱這個情人的眼淚… 黑社會大哥… 唱情人的情歌… 這樣… 那… 她上次就唱英文歌… 今次就唱國語歌… 我覺得都是有點口音的… 但好過英文少少少的… 她說什麼… 吊下來了… 吊… 好像說粗口… 吊下來了… 對啦… 我覺得…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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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完之後呢… 她有四眼燈的… 那是否成功踢走了這個蔡經倫呢… 因為… 為什麼呢… 她是PK成功員呢… 她是決定退賽的… 她說… 因為她是海外選手啦… 就好像是柬埔寨… 沒有記錯… 那就… 要陪兒子呀… 或者她有工作… 這樣… 那… 她說… 這個是… 呃… 第二個夢想啦… 怎樣怎樣怎樣… 那就… 就… 退賽了… 那是否蔡經倫入回呢… 我不知道… 她沒有交代的… 好像… 究竟是不是… 會… 會… 會入回呢… 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位置… 好了… 接著說一下… 啊… 呃… 呃… 五重行和肥媽說的那些… 什麼… 什麼… 穿透力那些呢… 他承… 承接這個… 第一季呢… 穿透力那些呢… 他在這個… 我… 我的朋友唱完的時候呢… 她說了… 呃… 我… 我… 我形容一下啦… 然後肥媽說… 因為呢… 她開始的部分呢… 很有感覺啊… 如果你這麼早喊… 因為她有一個位… 就是… 我… 我… 我的朋友唱的那個位置… 其實… 她說… 如果這麼早喊… 就死定了… 這樣… 然後肥媽就說了一句… 我們女人呢… 不知為什麼… 很容易被…被…被穿透的… 這樣… 男人通常是… 穿透女人的… 女人是…被穿透的… 所以… 男人是… 不會被穿透的… 講了這樣的… 爛機… 是啊… 這樣會… 好像講… 說一些… 色情話那樣… 然後… 阿陳佩夏… 說什麼? 假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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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明白… 這樣… 然後肥媽呢… 就… 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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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裝是押韻 就是搞了這樣的爛鏡了 不知道大家覺得好不好笑 都是節目一個 節目一個要有溫情位 要有搞笑位 這個就是搞笑位 不知道大家覺得好不好笑 哈哈很好笑 然後肥馬這一集之後 應該都是一個新度 就是叫一燈大使 因為永遠一眼燈也是他被燈 永遠他都會被燈 然後低眼燈就是他被燈 這一集就到這裡了 希望下一集再好看一點 可不可以這些冷鏡不要那麼難 可不可以這些溫情位不要那麼假 不是假的 他不要那麼硬來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個中年好聲音 始終是素人的歌唱比賽 不要期待太好聽 如果好聽是bonus OK 如果有些好好爆笑 或者好好 好有topic的東西是bonus OK 希望大家期待一下這個節目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